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春天是属木的一个季节 二飞并方在所谓的东方 也是一个所谓的五行当中 一个木的方位 因此特别要注意 就是要注意肝功能方面的问题 镇亚云老师也针对春季食物 并配合五行及当季食材 开出三道养生菜肴 今天准备的蔬菜 是有所谓的川漆 还有所谓枸杞跟姜 本身来讲包含所谓的肝功能 也包含眼睛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跟眼睛有关的一个食补 首先我们介绍就是枸杞 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姜 姜它也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作用 那么再来就是所谓的川漆 川漆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讲野菜类 那么也就是垂手可得的食物 那么用一个最简单 又可以创造最大的一个健康的效果 春天节气的蔬菜 所谓的有韭菜 那么等等之类其他的一些食材 那么韭菜呢事实上它也是本身来讲 对男性女性来讲 它都有所谓的一个所谓 知音补养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也非常简单 就是所谓的韭菜 炒水的肉丝 再加一点点蒜末 那么辣椒 那么这样的一个简单 又有滋补的一个功能 那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在五行当中 因为木本身来讲 除了干之外 那么在五味当中 也代表所谓酸的一个所谓的味觉 因此呢只要是有一些酸酸的味道 在春天来讲 都是非常适合开运的一个食材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呢 是所谓的梅汁排骨 那么做法呢一样很简单 首先材料呢 就是所谓的排骨 还有呢就是梅汁 这个梅汁呢 事实上是腌好的梅汁 那么再来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地瓜 由于地瓜属于五行中的土 结合鼠木的梅汁 开运效果更加倍哦 好的就报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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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